新北有個遊覽車司機 他接到了警方的通知 告訴他說 撞到了騎腳踏車的女學生 而且他還趙逃 但是這個司機想一想 他完全都沒有印象 他有撞到人 找到了後方的行車記錄器 一看原本就是這個女學生 緊緊跟著遊覽車 他自己撞路旁的轎車 之後倒地 所以這個司機他就傻眼了 他說還好有行車記錄器 不然的話他差一點被栽贓 大馬路上一名女學生 騎著腳踏車一路跟在遊覽車 又後方 一次沒注意到路邊 零停轎車突然擦撞倒地 後方駕駛也趕緊停車 女學生自行爬起沒有大礙 但過了幾天 遊覽車司機卻收到警方通知 讓他一頭霧水 事發在4號下5點多 新北三峽民權街上 司機緊急掉了後車的行車記錄器 收到通知的話 才知道過有個一回事 根本就沒有碰撞到 怎麼會知道呢 患然發現是女學生 自己緊跟遊覽車 並自撞到微停轎車受到輕傷 卻報案說司機照逃 這項大白後 他也無奈發文 痛批這同學是不要命嗎 大台車再走還一直緊跟在旁邊 使用生命再騎腳踏車嗎 還好意思賊贓說我撞你 畫面曝光後 網友也紛紛留言 哪來的勇氣跟大車擠車縫 還有人建議司機直接反告誣告 妨害名譽 更有人說最該被罵的是那台違規轎車 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靠大台車 那麼近 尤其跟大台車在比速度在玩命這樣 被誤賴照桃索心有畫面佐證 還給司機一個清白 也幸好後方駕駛即時煞車 沒有釀成更嚴重的傷亡 警方目前也繼續釐清相關 宙氏責任 記者姚立強 蔡山新北採訪報導 雲林憲兵隊傳出了集體涉賭案 有12名的士官兵被傳訊調查 其中有7個人坦誠接受了招待 而招攬接受了參與賭博 這事件的開始是一名新化轉調雲林的士官 他疑似在線上博弈網站 欠下了大筆的債務 在討詐集團的威脅之下 他開始在憲兵隊拉攏下屬加入賭博 承諾每個拉一個人 就可以抵3萬元的賭債 欠債的士官就開始逐步的拉攏 參與的人數也從自己的班兵 向外的擴展到其他的單位 而檢方調查至少有12人涉入 憲兵隊也強調 如果查證屬實的話 絕不寬待 好 再來看到生意很難做 沒想到居然還被騙光的財產 這是在雲林西螺的馬鼠民店 傳出招人詐騙 他辛苦經營多年的品牌 兩千萬的營業額被侵吞 而且連五棟價值千萬元的房產 也過戶到的對方的名下 損失很慘重 老闆娘委託了律師提告侵占背信 但是指控的張姓男子 他則是反控說 他自己是好心幫忙 卻是被反咬一口 他也要提告 馬鼠民店老闆娘帶著律師回到西螺門市 要討回這原本屬於他的店面 直接找他們不要飛來這邊 找不到他們就問搜尋 雲林馬鼠民店位在西螺的店面 最近悄悄換了招牌 負責人說因為心血全被人搶取豪奪 一夕成空 因為我們公司有負債 所以先過到 先授權 然後還簽的是盪渡 然後先放在他那邊 兩年前他因為商標風波 和娘家哥哥姐姐撕破臉 去年一名張姓友人 聲稱協助營業 沒想到卻是噩夢開端 接連五棟房產 甚至店家2000萬的營業額 都被捲走 從頭到尾都沒有合約 對 從頭到尾都沒有 也沒有拿錢資金 進公司都沒有 他把我自己的品牌騙走了 疫情後生意難做 當時張姓友人聲稱能幫忙 投入資金協助營運 兩夫妻簽了授權書 接著張姓友人又說 要幫忙他們處理五棟房子的 千萬貸款 兩夫妻過了戶 但八千萬房產竟然一夕成空 這才發覺根本是騙局一場 張姓男子否認輕囤房產 自己好心幫忙卻被反咬一口 雙方互控炸漆侵占 過去麻糬這單純的老滋味 如今已經變得不一樣 界中部綜合報導 在網路上有一段影片瘋傳 一名重機騎士 經過了北宜公路的財茂灣 在連續過彎路段的時候 他違規超車 即使前方有警車 他也是視若無睹 高速的超越了警車呼嘯而過 有網友把這個影片上傳 還寫下抱歉借過的調侃字眼 引起了大家熱烈的討論 重機騎士 過彎壓車不減速 山路高速狂飆車身大幅壓低 人幾乎快要碰到地面 行進S型彎道 流暢技巧令人刮目相看 就連前方有警車也不理會 騎士壓車飆速大喇喇 超越警車呼嘯而過 展現絕技 一旁觀眾不斷驚呼 甚至有人將影片PO網 還標註寫下抱歉借過 而壓車地點就在北宜公路才冒彎 過彎神經影片在網路上瘋傳 網友紛紛讚嘆技術真好 左邊超車沒毛病 不過也有人調侃說 看來北宜又要擴大領檢了 騎車超越警車的女騎士 也在IG上PO文寫說 警察大人抱歉 車真的很燙 借過一下不要開我罰單 不過警方還是要依法行事 將會調閱監視器 進行告罰 警方將持續清查 並依違反道路交官管理處罰條例 第47條第一款 於彎道中超車舉罰 女騎士經常在IG上 PO出高難度壓車畫面 吸引大批粉絲關注 不過這回碰上警車 還囂張過彎超車大秀絕技 恐怕難逃罰則 記者彭新美新北報導 一聲喇叭引發了行車的糾紛 這是有網友PO出了行車記錄器 在1號晚上經過了 台中中明南路時 有一輛轎車從慢車道竄出來 想要超車 被逼車的車主就按了一聲喇叭 對方就開始不斷的跟車 一路的危險蛇行 最後是在左轉車道印超車 結果兩台車撞成了一團 駕駛用力按喇叭 因為前面這台白車 從右側串出來 靠得太近 發這下不得了 白車駕駛停紅燈時 還一度開門想下車理論 接著就整路蛇行 以為自己在拍電影 最後轉進左轉道 故意偏右 兩台車在路口撞成一團 1號晚上10點多 台中中明南路接近公益路 兩台車擦撞後 就這樣停在路邊 被撞的銀車出現明顯刮痕 撞人的白車右側板筋 更凹了一個大洞 警方介入了解 如果有違規情形 會依法舉發 只是單純的行車就分 一邊控制不了自己情緒 在馬路上危險超車 不只影響其他傭人權益 最後雙方還得對不攻堂 記者陳華李雲杰 台中報導 宜蘭投城蜜月灣 在今天上午驚傳了 有男大聲衝浪失蹤的意外 五位朋友前往蜜月灣去衝浪 而其中有一名24歲的 失大男學生意外的失聯 朋友立刻的報案 而之後發現 這失蹤男子 他的衝浪板 叫聲已經斷裂了 目前海空還在搜尋當中 大批搜救人員在海岸邊 拿著望遠鏡搜尋 失蹤的男大聲 你人員先過來好了 先用空拍機 先來拍攝一下畫面 搜救人員穿著救生衣 進入沙灘 同時出動直升機 從高空搜索 海空大動員 意外就發生在6號上午 五名朋友從台北出發到 宜蘭投城蜜月灣衝浪 其中一名24歲的失大學生 卻意外失聯 那時候我是有看到板子 所以我才覺得他上岸 早上6點 五名男子下水衝浪 6點半分分上岸 但到6點50分 遲遲沒看到 林姓男大聲蹤影 朋友驚覺有意 趕緊報警求助 竟發現浪板的腳神 已經斷裂 斷掉了 就是整個魔鬼站 外面還有一個魔鬼站 要拉緊 目前我們就有 申請了空情總隊 以及空拍機在搜尋當中 目前還沒有搜尋到人員 五名好友到蜜月灣衝浪 已經是第七次 沒想到這次卻驚喘意外 海空聯合大搜救 希望能盡速找到失蹤的 林靜蘭大聲 記者林醫生 彭新美 宜蘭報導 新北系指康寧街 在5號中午發生一起行車的糾紛 駕駛疑似逆向超車 還不滿超車時 後方公車司機沒有禮讓 竟然直接的開這個藍車辱罵 而且被發現他沒有戴上口罩 一連串的脫緒行為 也將被警方依法開發 男子站在車外對著公車司機出言 辱罵還不斷匕首話交情緒 相當激動 仔細看他還沒有戴口罩 上車後怒氣未消探出窗外 繼續罵 接著更歸速行駛 還持續回頭標罵 一連串的違規行為 讓司機整個看傻眼 要跟我們做超車的動作 因為那個抗應路路段 是比較窄的路段 所以對方超車勢必會違反 就是要逆向行使的 事發在5號中午12點多 公車行進新北細止空凝街 後方向行車駕駛良度 想逆向抽車 卻不滿自己抽車時 公車司機沒有禮讓 才暴怒標罵 對 公車車底較寬 再加上空凝街 本來就比較狹窄 雙方發生行車就分 而駕駛的脫緒行為 也讓自己面臨裁罰 行為以違反的 高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16條第一項第五款 暫時暴怒罵人氣昏頭 忘了還在疫情期間 沒戴口罩成了破口 種種失控場面 讓人看了只摇頭 接著由立強蔡宇山新 被採訪報導 今天清晨4點多 國道中山高南下岡山路段 有兩輛貨車發生的 追撞車禍 有一輛衝落了邊坡翻覆 而後方的肇事貨車 失控側翻 占據了三線道 只剩下路間 可以勉強的通行 直到了6點 為了吊掛貨車 岡山道南紫的路段 封閉了三個半小時 因為剛好是上班的時間 結果造成了國道大塞車 白色大貨車車頭撞凹 橫躺國道上 右邊外側護欄也破了一個大洞 綠色貨車滿載磚塊翻落邊坡 警方到場協助駕駛脫困 指揮交通 讓車輛勉強路間通行 車禍發生在6號清晨4點多 中山高南下岡山路段 白色貨車行駛外線車道 沒保持安全距離 追撞前方綠色貨車 白色貨車側翻占據三線道 綠色貨車被撞到失控翻下邊坡 兩名駕駛輕傷送移 大貨車追撞車禍 國道南下幾乎癱瘓 警方立刻找來拖掉車 南下剛穿斷封閉施工 剛好是上班時間國道大塞車 國道變大型停車場 有的車輛逆向行駛下 夾流道超危險 附近連結國三瀋道也塞爆了 超厭世 南下國三這邊也是塞到翻掉 風度拖掉 從清晨5點59分開始 快9點半才恢復通行 花了三個半小時 後方狂塞10公里 雙方駕駛九側就有一點 大貨車清晨標速送貨 發生追撞車禍 花了近五小時才恢復交通 也讓大批開車通勤族 一早上班遲到愁眉苦臉 超無奈 好有問題 給我看 過半小時 花了 五小時 三次 また 超級 突然 有